我是哲瑋 那我今天要報告的部分是 有一個叫台灣未來日誌 我們之前專門叫預想實事例 這樣一個主題 那首先提一下 它這個 我們這個主題其實 主要是針對這種 預測型的資料 那現在大家看畫面上 好像看到有一個 以日文的一個網頁 它這邊有很多西元年 2017到2114 就是它去收集了很多 我們針對可能20年後 或者50年後的一個 預測資料的內容 所以它依照它的預測年 或實現的年份 它把它結構化 就可能這個文字描述 它其實有年份 還有它的內容的文字 還有甚至我們可以給它一些標籤 例如說這些是 畫面上它整個花粉症的狀況 那個是環境類的 或者是交通類的 或者是一些產業技術類的 一些預測內容 那它把它整理成這個 所謂未來年表的一個 檢索的資料庫 那所以這個部分呢 它還可以進一步做思考 譬如說西元19… 或者說是今年出生的小朋友呢 它未來在20年之後 它遇到什麼樣的預測情境 或者是我們現在已經幾歲的人 那他在他的老年階段 他遇到什麼樣的預測情境 去做一些討論 所以它可以帶入現在的年齡歲數 因為這個都是用西元年去做計算 所以就是說這個 現在出生的小朋友 他在30歲的時候 會遇到什麼狀況 或在50歲的時候 他的老年的時候 他會遇到什麼狀況 就基於這樣的內容去做 以對跟探討 那當然也有一些很多的 這個專業顧問公司 或者是產業的技術研究單位 他會提一些這樣預測類的 舉例來說這個 有些預測呢 因為從過去預測到現在 我們也可以來追溯 以前預測的準不準 我們除了剛剛蒐集 對未來的一些預測之外 過去對於現在會預測 它是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精準度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互差 也是可以去做追蹤 所以總之這個專案呢 我們會希望是收集這樣的一個 現在的時間 對於某一個未來時間的預測內容 所以這個專案 目前在針對的是一個 比較是欄位的建構 就剛才提到這些 國王一的預測內容 他到底需要什麼樣的 比較格式化的欄位 可能會包含像標題內容 或者是他的發表日期 預測日期 還有就是他會不會是 什麼機構提出來預測 這可能都會是在查找 這一則內容的時候 會需要的一些 一些補充的訊息 或者說他的預測 是針對台灣地區 還是對亞洲地區 或者是什麼地區等等 所以如果對於這樣的內容 藍文化的構想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直接到我們這個 Hacknet的頁面上面去補充 你希望有什麼樣的 針對內容的 這個欄位內容的意見 好 那這個部分之外 如果你對於整個這個主題 從這個閱聽者的角度 到底大家會環境什麼樣的 預測內容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幫忙填寫 我們在這個Hacknet上面 有一個問卷 這個問卷是由另外一位參與者 叫QMO Lee 他建立一個叫做民眾對於 時事預測等探究行為的研究問卷 那在這個問卷裡面 他會詢問 包含受訪者的 包含是 這個背景資料 然後你對於什麼樣的 類別會有興趣 那他也針對現在已經有的資料 做一個算是用戶的研究報告 也可以在我們Hacknet上面看到 對於 例如說在裡面章節就會說 對於這個可預期的未來 什麼情況會導致受眾 想要知道未來的變化 或者是什麼樣的人 會對於前衛未來的情境 會有興趣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蠻重要的是 他有邀請大家來提供專案的名稱 因為我們這專案名稱 其實還沒有真的確定 所以在單就現在蒐集的內容上 以這個QMO他做使用者分析的角度 他會建議說 不同的人都有提到 某一些共通的像未來這個詞 可能是英文可能是中文 所以未來在取這個名稱的時候 會可以選這個 那就是讓那個SEO的查找會比較更直接 那當然也有一位朋友他說這個 他是取一個叫神奇海螺的這個名稱 所以 那QMO就是說這個 這比較是特定年代的梗 所以未來的人會唸得懂 所以這個是海綿寶寶裡面的一個動畫 所以如果未來的朋友他沒有看過這動畫 其實就更不了解什麼神奇海螺的意思 所以如果對於我們整個專案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GXX來找我們 以上是專案的提醒 登上一面 進入 其他在後 呃